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百九 好贵啊 哎呦 这种风铃只要到海边捡一些贝壳 自己动手做根本就不用钱 对耶 小乖你真是太聪明了 我们明天就去海边捡贝壳 耶 到了 好棒哦 耶 这里一定有很多漂亮的贝壳 小乖你也要帮我捡哦 好 我们捡很多围巨 做很多个风铃 怎么会这样 好脏哦 好多垃圾 这里会有贝壳吗 小乖 你看那些是什么 这 怎么会这样啊 地居蟹的壳怎么会变成这些怪东西 这样要怎么做贝壳风铃啊 不要 这样的风铃一点都不漂亮 寄居蟹的家从贝壳变成了养乐多空瓶 塑胶瓶盖 破灯泡 你们是不是觉得很不可思议啊 为什么会这样 寄居蟹因为不断长大 所以会一直换壳 但是大家把空贝壳都搅回家了 他们找不到壳可以换 为了活下去 只好把这些垃圾当成家 但是这些人造塑胶器皿 根本无法提供寄居蟹保湿 以及完善的保护 所以它们就变得很难存活了 听起来好可怜哦 为了不让寄居蟹找不到家 我们会定期来归还贝壳 这么多贝壳都是从哪里来的啊 哦 这些都是我们向民众 海产店收集来的 耶 寄居蟹有家了 你们要不要一起参加我们 把家还给寄居蟹的活动啊 好啊 可是要怎么参加呢 很简单啊 可以把家里吃过的罗贝类 清洗干净之后 拿到就近的海边放置 如果数量比较多 也可以寄给我们统一处理 还有就是少吃罗贝类海产 也不要买寄居蟹 罗贝类的制品 像是装饰品 项链 风铃等等 大哥哥 你为什么在捡垃圾 哦 除了把家还给寄居蟹 我们也会定期来净摊 毕竟就算寄居蟹有家了 但是四周环境这么糟 还是很可惜 大家都希望看到的是一个美丽的海滩 而不是肮脏的垃圾场 就是说嘛 这些垃圾到底都从哪里来的啊 这些垃圾 有些是因为洋流潮汐的关系 才会被冲上岸的 但是也有很多是没有功德心的人随手丢弃的 小关 我们明天就报告老师 可以带全班同学一起来净摊 对 还要记得跟大家收集贝壳哦 有了你们的帮忙 真是太好了 是啊 越多人参加 我们和寄居蟹的居住环境 也就会变得更好哦 耶 夏天时 大家一定很喜欢到海边玩水吧 尤其是看到漂亮的贝壳 总是会忍不住想捡回家 但是却忘了 那其实是寄居蟹的家 为了不让它们无家可归 请不要捡贝壳 并且聚满罗贝类制品 和少吃罗贝类海鲜 也可以把家里吃过的罗贝壳 清洗之后送回海边 把家还给寄居蟹 还有 千万不要乱丢垃圾 污染了美丽的大自然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